她是一個女眾 她不是嫁中國人 她是嫁外國人 不一樣的這個組織 然後她就一直沒有生小孩 那這個 這個外國不會像我們中國 台灣有這麼大的壓力 你非得生不可 可是她心中就有壓力 她自己心中有壓力 那有一天晚上 她就佛經讀一讀就放旁邊 嘟嘟就放旁邊 就沒有真的想學佛 那有一天啊 她就晚上做夢 睡覺的時候也不叫做夢 是她自己說的 她就晚上睡覺的時候 然後就 就是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一小間一小間的屋子 就像狗龍一樣 她就說這樣 一小間一小間一小間 密密麻麻密密麻麻 她就住在其中的一間 她就住在其中的一間 側臥著 她說那個房間裡 就只有她一個人 黑黑暗暗冷 收收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一個 很冷很冷的地方 她自己 黑暗的躺在那裡 那她心裡就想 她心裡想 誰來救救我啊 誰來救救我啊 她心裡就這樣講 想著 想的時候就聽到 哀嚎聲 就聽到哀嚎聲 就是那種 受刑人 得到酷刑 人家鞭打呀 或是疾病呀 那種哀嚎聲 在夢裡啊 就是這種哀嚎聲不斷 然後她自己 在那樣子的狀態之下 非常的痛苦 那這個時候啊 她就 在那種恐懼啊 跟痛苦當中 醒過來 她醒過來的時候 她就去想 我為什麼會住在 這樣一個 小小小小的盒子裡面 然後她就 趕快把經典拿來翻 對比對一下 那不就是 一種地獄 地獄的景象嗎 她好生恐怖呀 然後她就開始 開始真的願意相信 然後開始 願意念佛 開始願意修行 她慢慢修行 慢慢修行的時候 頻頻的 因為她 懺悔業障 她想要知道 她過去生過去生 是做些什麼事 後來她慢慢 頻頻的 懺悔業障 一試一試啊 她以前 台狼棒會啊 然後 這個殺雞取軟啊 就是那種殘害人家 還有做那種叫做什麼 幫人家墮胎 做那種工作啦 就是很多是這種 然後斷人厚辭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傷天害理的失措態度 她後來發現原來 她就是那般 所以 此生此世 這是花報 她當人 是當一個女眾 然後 沒有辦法生育 她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她的國報是在地獄 她所夢中所建的景象 是她的來神來世 這是她自己現身說法 她說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這個是我的花報而已 我的國報 還沒有真的進入 所以這些人都是 她自己本身的體會 所說出來的 那我們在從這個 《盲龍陰雅》裡面 還只講到這個木盲 的故事 那真的心盲的時候呢 那所有東西都進不去的 所有的東西 都不能潤澤 你的心 對不對 都不得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